親愛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這集錄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來研讀的是正文二十章的第三節 醉的調整作用 那這節一樣我會把它切成上下兩半 分成兩天來跟你研讀 那這個醉的調整作用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醉就是一種調整 那調整什麼呢? 其實就是去把真理調整成我們想要看到的那個樣子 這個就是醉的調整作用 那麼小我就是不斷在調整 那他想要看到什麼 他就把它轉成什麼樣子 他不理會真理實際上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他第一段 他說醉的信念其實只是為了適應而做的調整 調整等於改變,改變自己的所知所見 所以這個調整更多指的是你內在的部分 就是看你想要看到什麼 你就把你的眼光調整過來,改變過來 所以相信原有的真理已經面目全非了 那麼每調整一次就等於是扭曲一次 讓你不得不使出渾身結束來防止真理現身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醉呢,定罪 它一定是伴隨著合理化的 小我他不會純粹只是去定罪 純粹只是去攻擊或批判或批評某個人或某件事 他一定會講出一大串理由出來 那你只要在人群中 包括在自己身上仔細去觀察一下就會發現 那麼他說,真知無需任何調整 事實上只要你一做任何改變或轉換 便會失落的真知 那奇跡客人所講的真知跟真理是同一回事 那當然他們是絕對不可能去做任何調整 如果調整就不是真理了 好,那下面第二段呢 他說任何調整都是小我的伎倆 都是屬於小我的 因為真理是永恆不易的 你也沒辦法去調整他就對了 那麼他說 小我堅信所有的關係都有在調整 才能符合他的願望 所以你看小我在任何關係中 都會釋出去往外面去改變那段關係 因為他已經先給這段關係定罪了 他已經認為這段關係有各種問題了 那麼他說一個毫無障礙或挑戰的關係 反而被視為暗藏危機 這其實真的很諷刺 那反而在那種很平順很順滑的關係中 小我會覺得坐立不安 好像有什麼大難即將要臨頭 好像自己不配得這樣的一段美好的關係 那麼他說小我自命為所有關係的調停人 他按照自己的需求來進行調整 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他想要什麼 他就按照自己想要的去進行調整 那很多時候看起來是作為一個善意 因為關係不是就要不斷地去磨合跟進步嗎 但是小我他是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向去進行調整 那每個人其實在小我的思維中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然後想辦法要去改善眼前的這段關係 然後就各種碰撞摩擦就出來了 因為每個人的主觀都是不同的 OK 所以我們之前在十八章第四節有讀到那句很毒的話 就說不要信任你的善意 就是這意思 因為每個人的善意其實都是從自我為中心出發的 這個就是小我的善意 那你說你認為這樣比較好 真的是對所有人都比較好嗎 其實真的是未必 所以我們在練習手勢又讀過那一刻 就說我不知道什麼對我是最有益處的 好 那下面第三段呢 第三句開始 他說他們只會單純地面對真理 就是說如果是擁有聖靈眼光的人 這樣的一個心靈 他只會單純地面對真理 不會去想辦法去調整 或者去適應真理 或者讓真理來遷就他自己 他只是單純地去認識到真理是什麼 那他說只要他們不再妄知預期真理 應該出現於何處 他們便會認出原來真理一直都在自己的心裡 就是放下一切對真理的預設 預設立場 包括他應該在哪裡出現 他應該以什麼樣的面目出現 他應該是什麼樣子 這些全部都要放掉 因為實際上 當我們在小我的思維裡面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看見真理的 但這個道理好像很明白 但是你會發現 即便我們待在小我的思維裡面 我們總是會不斷地去想像跟預期 那真理是怎麼一回事 開悟是怎麼一回事 平安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對這些有很多的想像 但是這些想像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錯誤的 所以其實在修行的過程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去放下 盡可能多地去放下你的預設 不管是對任何事情 包括是對真理對開悟的那個預設立場 那我們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第五句所說的 只是提出問題 然後我們之所見 則是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們只是向聖靈向上主去提出問題 我們只要渴求真理就行了 然後把我們的心完全地打開 然後讓真理以他的方式去呈現他自己 好 那麼最後一句呢 他說 你與世界其實毫無差別 因為兩者同出一緣 就是你的知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並沒有一個客觀的世界 並沒有一個外在的世界 其實我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 從我們的眼睛 從我們的角度看出去的 其實都是左觀的 那麼我們常會說 別人眼中的世界 譬如說我們會說 別人怎麼看這個世界 誰認為這個事情怎麼樣 那麼別人眼中的世界 其實就是你眼中的 別人眼中的世界 再講一次 別人眼中的世界 其實就是你眼中的 別人眼中的世界 其實也就是你眼中的世界 仔細去覺察一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 好 那下面第四段呢 他說 還有一個簡單的問題 有待你的答覆 你喜歡自己打造出來的世界嗎 這個問題其實 跟奇蹟課程 它最常出現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究竟想要的是什麼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那這個世界 你目前所看到的這個世界 是你真正想要的嗎 他說 在這個充滿謀殺與攻擊的世界裡 你在危險孤獨與恐懼的夾縫中 如履薄冰 最多只能指望大限來臨以前 死亡能讓你苟延殘喘片刻 看起來真的非常的慘 不過他用出題字說 這是你為自己打造的世界 好感受看看是不是這個樣子 然後中間第五句 他說 兇手必然活得心驚膽戰 殺人者不可能不害怕死亡 那這邊是我留給你的沉澱跟思考 就是他這邊所說的兇手到底是誰 包括他所說的這個謀殺者到底是誰 好那最後一句他說 他們從哀傷的內心痛苦的向外看去 當然只會看到一個哀傷的世界 所以重生這個世界是中性的 他原本是不具任何意義 甚至他是不存在 就像下一段所寫的那樣 那是看你用什麼眼光去看他了 那我們的內心為什麼是哀傷的 因為你離開了家 你離開了你的天父 所以你的內心深處 難道不會有一個很深沉的悲傷 藏在裡面嗎 好那下面第五段的第二句開始 他說 你所見到的世界不過反映出你對自己的評價 這句話讀三次 你所見到的世界不過反映出你對自己的評價 你所見到的世界不過反映出你對自己的評價 我還加了重音 希望你可以即使手邊沒有輸了聽清楚 所以這個世界就是我 我就是這個世界 這段他不斷地在強調這個事情 其實你看我們看這個世界的眼光是怎麼看的 都是從我們的角度 我們的自我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那什麼事情如何判斷是非好壞對錯 很簡單就是對我好的就是好的 然後不符合我的需求的就是不好的 仔細去覺察 其實多半都是如此 那所以其實可以說我們所看到這個世界 就是反映出我 是一個怎麼樣的自我 這個世界其實就是我 而且這個世界其實從來就不在外面 他是我們的先靈投射出來 那投射並沒有投射到外面 他只是看起來好像在外面而已 那他說這個世界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是一個徹底的幻象 但是你的評價又成了你對世界的判決 給了世界一個存在的藉口 把它弄假成真 那其實我們評斷這個世界 不管你認為這個世界或者某些事情是好是壞 其實我們都是把它當真 好那麼接著他說 你眼中這個世界不過代表了你給自己的評價 另外小我會小心翼翼的護守著你這張病態的自畫像 也是小我最愛的自我形象 然後再把這個形象投射到外面的世界 那這個病態的自畫像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在講自我定罪 那這個自我定罪也會投射出去 所以我們會去定罪這個世界 因為對小我來說沒有罪就沒有了養分 他是活不下去的 所以他會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去守護 非常的珍惜 他鍾愛就是這個自我形象 但是他看起來是非常的病態 好那最後一句呢 他說關鍵在於是你把它弄得如此無情的 這個他指的是外面這個世界 所以當世界好事冷酷的回望著你時 這一刻恰恰是你修正自己的最好機會 那很簡單的說 因為我們給這個世界給出去的並不是真正的愛 所以你會感覺到他回來的也不是愛你 好那這個是我今天陪伴你一起讀過的 正文二十章第三節的上半 希望對你有所收穫